2900点左右的澳谷当中有什么好的选择呢 大家好 欢迎收看GoMarkets今日盘前简析 那今天是2月19号星期五 那澳谷周四围绕6900眼大观原地踏步 公布财报的红酒奔赴 掌石 掌石喜人 领掌澳谷大盘 那对于TWE而言 其图形之上的较强阻力是在13到14的价格区域 而在支付板块正在上演 按照备份轮流搭台唱戏的剧本 ABT与ZEP之后终于轮到了EML 那对于拥有EML的朋友来说 注意之前的高点5块7左右这样的一个价格 那四大银行当中已然若后CB的WBC与ANV 近期开始追赶脚步 而对于之前反复推荐的VUK来说 其下翼阻力是在3块4到3块6的区域 那昨日飘红的人工智能APX的下翼之声 是在21块 那下周财报出入 希望APX可以奋发 图强一次 那香港恒生与上证指数波动正常 对于跌破2万的A50指数而言 下方最近的支撑是在19500区域 那美国时段三大股指继续驻足高位 前期星光璀璨的中概股暂停北上脚步 那截止目前为止 此情况应该被视为正常的行情波动 那货币方面守住90的美元指数如期实现反弹 下方的90与上方的91.6是支撑与阻力所在 那短期的美元方向有待进一步确认 而在贵金属方面 白银本周再次展现更强韧性 短暂跌破27之后迅速回血 而对于跌破1800块的黄金而言 下方1770到1765的区间 会是黄金的重要支撑所在 那近期应该观望 而不要贸然家乡的策略 能难使用 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所有的内容了 欢迎支持跟喜欢我们的朋友点赞 我是哥马克思赛 我们下期节目见